Let's go 随着汽车的逐渐补及 买车和开车的人越来越多 开车过程中最怕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 但是即便再小心 有一些他人引起的交通事故还是并免不了的 所以当交通事故发生时 应该怎么处理呢 要想快速且有效的解决交通事故 第一个电话应该给谁打 不管是在哪里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出现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第一时间都应该先拨打120急救电话 这样才可以让受伤的人员得到及时的救治 以免出现更严重的伤亡 但是如果没有出现人员损伤的情况的话 则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不管你是不是交通事故的责任方 都应该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 及时告知事故位置以及现场情况 让警察来处理事故的相关事宜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就可以紧接着打保险公司的电话 毕竟保险公司对于维修费用是否承担 承担多少都是消费者比较关心的 通过这个电话 可以简单的向保险公司备个案 好让处理事故保险理赔的后续处理 变得方便一些 再之后就可以打电话给相关的汽车维修店 告知汽车的受损情况 以及需要修理的部分 并且询问清楚相关的维修费用 以免上当花冤枉钱 以上电话都处理好之后 可能还要做个笔录或者协助调查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 以免家人过于担心 很多新手在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都慌里慌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 就都会第一时间打给朋友 或者家人询问相关的处理事宜 这样辗转下来就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希望通过这篇文章 亲手司机们可以有所了解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相关的一些处理步骤 不要被误导第一个电话 打给保险公司了 嗯 嗯 感谢观看